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Weekend Project Stone Z56 今天和大家來分享 一起學樹莓派系列第19集 用DNS連回家裡的樹莓派 PC或是IPCAM 相信許多人都和我一樣 在學習IoT的時候 由於無法從外面連回家裡的樹莓派 Noray或是家裡的攝影機 都感到非常困擾 那如果能夠打入網址呢 就直接連回家的Noray 是多麼棒的事情啊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簡單的示範 只要在手機的網址列 打入你的DDNS網址 就可以連到Noray Server了 按一下Enter 你看 手機已經連回到樹莓派上的Noray Server 這樣感覺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練習吧 好的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課程大概會有什麼內容 第一個呢 我們會先介紹什麼是DDNS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告訴你如何去保留你的IP網址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做一個設定的通訊副導向 Port Forwarding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在No IP這個地方來做註冊 然後設定你自己的網頁名稱 我這次選用的是No IP上的DDNS.NET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其他的 好 那我們要在DDNS上呢 如何定時更新IP網址呢 這個在後面我會介紹 接下來呢 我們會給各位看一下示範的影片 那來證明說 我們是可以正確連到自己家裡樹莓派的網址 好 那在把這個DDNS打通之後呢 你的樹莓派呢 等於是對外是開放了 所以你必須加密你的樹莓派的登錄的賬號 那如果呢 你的No Red的部分呢 的伺服器頁面呢 也通通直接是對外開放的話 那也要記得做加密哦 好 一開始呢 我們來先介紹什麼是DDNS DDNS呢 就是Dynamic Domain Name System 那這套系統呢 它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把家裡的路由器的對外IP網址 轉成是容易讀的 一般你打的網址 就像你上Yahoo啊 或是Google.com 這樣子的容易 假設說我今天在一台電腦上 我打了Stonez56.ddns.com 這時候你的電腦呢 就會搜尋這個網址 那它透過這個DDNS的服務器呢 它就去找這個對應 它就發現說 Stonez56.ddns.com的網址呢 是10.66.100.55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呢 你就是要說 這個 你路由器所在的位置 接下來呢 它就會把你這邊所要的資訊呢 由這個路由器這邊再釋放給這一台電腦 這樣就達成呢 你要獲得資料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這中間呢 它會有需要說幾分鐘呢 去更新這個一次這個IP 因為我們家裡的IP 就是浮動IP 那有可能 是在幾分鐘或幾天 它都網址被改變了 那可能是數分鐘 也可能是數天 這個就是不一定了 那你可以多久來 來更新一次你自己的IP 看看這個網址有沒有被變更呢 這個是可以自己來設定的 你可以使用Contact的方式呢 在你的數目牌牌上 讓它自動來做更新 這個部分呢 有空我們再做一集介紹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說到那個 用網址連回家的那個 連回家裡的路由器 或是分享器 對不對 那我們的輸入網址之後呢 透過這個雲端 也就是DDNS的部分呢 我們連回到家裡的路由器之後呢 但事實上呢 欸 還有這個有打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你只連到路由器 並沒有連到你的Risbet PI上面啊 那中間是一個斷層 所以呢 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就需要用其他方式來解決 稍後說明 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DDNS有哪些免費的服務商 那你可以用 NodeIP 或是DNS.org 甚至DuckDNS 那我自己本身是用過 NodeIP還不錯 但是呢 天下沒有白吃午餐 所以NodeIP呢 要求你每個月 或二十幾天喔 你要去按一次更新 要不然你這個 所註冊的這個域名呢 就會被釋放出來 那邊也可以註冊 這是比較麻煩的 那當然如果你願意付費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更新喔 你就不需要擔心了 好 那在路由器上呢 有可能提供DDNS的服務 像可能DY DNS啊 NodeIP啊 ASUS呢 TP-Link 他們這邊都有提供一些 免費的DDNS的服務 你可以直接在路由器上做這些設定 好 那我們要如何開始設定這個DDNS呢 那設定方法呢 有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個呢 就在你路由器的WiFiAP呢 設定保留的地址 也就是說 你今天呢 必須在你這個家裡的這個伺服器上呢 把這個樹莓派的網址呢 要做個固定 做個保留 保留下來之後呢 你在Router那邊呢 就可以去 把這個網址 永遠都指定給它 只要外面這個網址 StoneZ56.DDNS打進來之後 連結到這個樹莓派呢 這邊要再做一個動作叫Pull Forwarding 那它就指向你這個固定的網址 有點像說 如果你地址一天到晚在邊 那也沒人找得到你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的出面派呢 就必須要固定這個網址 這個部分我們在下 第二點會看到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設定這個 所謂的Pull Forwarding 那首先呢 在路由器呢 或是你的WiFiAP呢 你要先找到Pull Forwarding 這個設定的位置 有的中文的話呢 是叫設定通訊鋪導向 那跟剛剛一樣呢 你在你這個電腦上 打入StoneZ56.DDNS.COM的時候呢 它找到DNS的伺服器 這時候呢 就會對應到你家裡的這個Router 或是你WiFi的AP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 書面派的網址已經固定了嘛 那還很重要 這邊講到一個通訊鋪 就是Pull 那我們要定義呢 這個Pull呢 是1880 1880呢 就是NORAD 那如果你有用過像 FTP的話呢 它也是有個Pull FTP的話 Pull是21 那如果網頁的Pull呢 就是80 那如果是加過 me的網頁呢 就是433 那NORAD呢 用的就是1880 那這些Pull呢 的定義呢 可以由1到65535 有興趣的話 我底下有個連結 你可以看一下 在Wikipedia上有介紹這些Pull 它主要用途 好 那如果你在你家裡的那個 路由器或是WiFiAP 找不到Pull Forwarding呢 你就找看有沒有其他名稱 他可能叫網路的 那位置轉換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或是叫做虛擬伺服器 Virtual Server 這個你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呢 用一個簡單的模擬器呢 來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呢 如何做這個設定 接下來很重要的是 我們先取得 樹莓派的IP地址 跟它的那個 Mac的地址 Mac Address呢 是網路卡的地址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自己 在樹莓派的Terminal 底下下一個指定 下一個叫 ifconfig 那如果你今天是 以WiFi來連線呢 你會看到一個叫 WLAN0 跟這畫面底下一樣 WLAN0 這時候呢 你去找一下 INET INET 這個部分呢 就告訴你 樹莓派 它本身目前所位於的 網址是什麼 地址是什麼 然後呢 你在網底下看 這邊有個 ETHER DCA6 2431553C 這個呢 就是你 網卡 本身的一個 Mac Address 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把這兩個網址都抄下來 那 針對於那個 IP地址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用 IPv6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 INET6 有個 F180 兩個貓號 1363 這個呢 就是你IPv6的網址 你先把這些數字 通通抄下來 我們等一下就會用到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一下這個通訊副導向的設定的一個模擬器齁 這邊呢 我提供了一些其他廠牌的一些常見問雜集齁 這是教你怎麼做設定的通訊副導向的一個方法 其中的ASUS呢 TP-Link和D-Link都做得還不錯 網頁都做得蠻好的齁 那這邊呢 有一個Step-by-Step的Forwarding Instruction 這是一個Porewarding.com這個網站提供的齁 他會教你一步一步的去設定你Porewarding 就是通訊部導向要來怎麼做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用這一個上面TP-Link這一個來做個示範 好 那我們先打上這個連結網址齁 會帶到這個TP-Link模擬器的這個位置 那到這位置之後呢 我們現在用我手邊這邊有個Advance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來先做保留網址的動作 那保留網址的動作呢 在這邊呢 我們先要到 嗯 Network這邊點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有個Lens Setting 好 點一下這個Lens Setting 好 之後呢 這個地方有看到一個D區 DHCP的伺服器 好 這是動態的分配網址給網域裡面的 每一台電腦齁 的使用的叫DHCP伺服器 那這時候呢 你就往下走 這邊有個叫Address Reservation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保留網址用的齁 保留網址給你的樹莓派 那我們現在來實際的來登錄一下 好 這邊有個按Add 加入一個新的一台 這邊有告訴你一個 要一個MAC Address 我們當然抄下來了嘛 就是網卡的網址 第二個呢 是IP Address 就是你設定的樹莓派的網址 MAC Address 我們剛剛抄到的是DCA6 然後243E553C 這個一定要打對齁 不然就會連接不到你原來的那一台樹莓派齁 好 那網址呢 我們剛剛定義是192.168.1.101 好 這樹莓派我們得到的網址 接下來你只要按下存檔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Port Forwarding 就是通訊鋪導向 那一樣呢 你是要按下Advanced之後呢 你到左邊這邊有個叫NAT Forwarding 每一家的伺服器名稱都程序的有點不一樣 到NAT Forwarding之後呢 接下來你看這邊有個叫 虛擬伺服器Virtual Server 點一下 好 這時候呢 你就改來新增你的虛擬伺服器咯 我們這邊來試一下 按下這個加號 好 來加一台 那第一個呢 就說你要Service Type 那這邊我們可以打入 比方說我今天是要做Noray 我就打Noray 好 那接下來要告訴他 External Port 就是對外的電腦連到我這台的時候 我要用哪個Port來做溝通 那我們的Port呢 是1880 對不對 Noray本身設定是1880的這個Port 接下來呢 我們要定義呢 就是你是用哪個IP網址 那我們剛剛書面牌是不是192.168 然後再點1.101 好 這樣子OK咯 接下來要設定內部通訊鋪 就外面有1880進來 那我內部要怎麼做溝通呢 這邊就不改了 就一樣用1880 那接下來這邊有個Porticle 那Porticle呢 就是說你要用什麼通訊協議來做 那一般呢 TCP就是有來有往 就是資料可以送過去 再送回來 那UDP呢 就是單向的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呢 你就選ALL 也可以 或是如果你知道 你就選TCP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存檔起來 按SAFE就可以存檔了 這就是大概設定你的 虛擬伺服器 設定保留的一個方法 好 那我這邊呢 再給各位看一下喔 TP-Link的另外一台的 伺服器的一個做法 第一個一樣呢 是在左邊 這邊找到DHCP伺服器 這邊有保留地址 IP網址的方式 那一樣呢 按新增 打入你的Mac Address 就是電腦網卡的位置 書面派的位置 那你要保留IP是什麼給它 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你要到NAT這邊 有的伺服器呢 要求你要把NAT啟用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如果你關掉的話呢 你的Port Forwarding 就不會動作囉 所以這邊打開 接下來呢 到通訊部導向 就是Port Forwarding 這個部分 然後選虛擬伺服器 像我這邊有設定一個 通訊鋪22對內 是22 對外 是22 那IP地址呢 是192168.0.128 這樣子設定 按一下新增 你就可以新增一個 那做法呢 剛剛是 跟剛剛我們的模擬器 是一模一樣的喔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到 NoIP這個網站 來申請個DDNS的服務 那如果你對那個 英文介面呢 比較 不喜歡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中文介面喔 我們現在先來 跳到那個網址看看 好 一開始我們先到 NoIP這個網站來 那等一下我會把網址 留在底下 那你如果要開始沒有來 註冊過的話呢 你只要在這邊先打入 你要的網址 然後選定你要的 DOMAIN NAME 比方說我用DDNS.NET 好 比方說 要叫做 My Raspberry Pi 來 接下來呢 你就打入你自己的E-mail address 像我自己的E-mail address 是StoneZ 我們在右邊再打一個 好 那接下來呢 給他一個密碼 他這邊有一個建議的密碼齁 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密碼 接下來呢 這邊就要 Create My Host Name 這邊你就要點一下 Create My Host Name 點一下 馬上登入呢 就Create 那接下來呢 這邊有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 加強版的 要一個月呢 是1.99美金 其實也不貴 那你是Free的話呢 你就這邊 呃 是0元 但是他可以給你Host Name呢 你就自己每30天要上來做更新 好 接下來你這邊 要點I Agree 就是 同意他付付條款 接下來呢 這邊有一個E-mail App In 這邊看你要不要點 點的話呢 他就送你一些 最新的消息等等的 那我這邊我就不要 接下來呢 只要選這Free Sign Up就可以了 好的 那因為我已經登錄過了 所以我這邊就不再做登錄咯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登錄動作 每次到這網站呢 你就做個登錄動作 那我這邊有記住 我帳號跟E-mail 所以只要做Login就可以了 好 登錄之後呢 這邊有告訴你說 我目前有兩個Active的Host Name 就表示我目前有兩組 你現在按下這Active 他就告訴你說 目前是哪兩組 一個是我這邊隨便設的 另外一個是我之前就把它保留下來的 這兩個都是 我目前所擁有的 好 那只要這樣子 其實你就已經設定完成了 好 那假設說 你今天還想再多新增一個的話呢 那要怎麼新增一個Host Name呢 只要這邊做就可以了 好 點Create Host Name 對了 對了 我剛剛告訴各位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變更他的語言 其實這邊是可以變更的 這邊可以變更喔 要點一下 英文點下去 然後選底下 這個有slide language這邊 選一下 這邊選 中文 好這時候就全部變成是中文的版本了 OK 好 那我們來創建一個新的主機名稱 就是Host Name 點一下Host Name 那這邊呢 就告訴他主機的名稱 那記得名稱呢 你不能跟別一樣 比方我用ABC 好 DDNS.NET 那這樣子就不會完成了 因為ABC已經被他用走了 或是我用StoneZ56 好這可能也被人家用走了 你只要選定DNS 然後呢 網址呢 是由這個 DDNS自動會抓取 所以這邊你不需要去抓了 那只要按創建主機名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的 那這個No IP的說明就到此為止 好 接下來呢 設定好No IP之後呢 我們需要一個動態IP更新的常駐程式 我們需要一個IP更新的常駐程式 在你的電腦上 那這樣子No IP呢 它有提供一個叫Dynamic Update Client 我們需要這個呢 它 才能夠 書面牌上呢 隨時去檢查 到底我IP有沒有被更新 第一個呢 你先到這個地方呢 這個 How to install 這OnRisbeePie 要怎麼install 那我們在書面牌上 直接來做一下好了 講比較清楚 好的 那我們現在登錄到書面牌之後呢 我們先 嗯 mk dir 然後 做一個No IP這個目錄夾 然後c到No IP這個目錄 裡面去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wget 好 我們把這一串呢 字整個打進去 wget呢 就是一個 呃 取得這個程式的一個 protocol 一個通訊協議 好 我只要打 提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做一個wget 把它取消 這次呢 我就會從 這一個no IP 這個server呢 拿到這個程式 接下來我用ta ta就是解壓縮的一個方法 那它這邊是.gzta 這個就是一個壓縮的一個方式 我用ta 然後 vzxf no IP 好 按enter就可以了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建立一個目錄 叫 cd 有個no IP 2.1.91 按下去 sudo mke 好的 開始做編譯喔 然後再來 sudo mac install install 那我們現在是無線的網路 所以我還是要按0 按下0 這個 好 這邊告訴你說 好 你用的那 internet的那個 interface 是哪一個 那我現在用的是 WLN0 無線的方式嘛 所以我就按下0 按下enter 好 那這邊 我問你說你的email 那我們剛剛 email是不是叫 stonez56 然後 yahoo.com.tv 這現在要輸入密碼 我的密碼蠻長的喔 所以這邊稍微一下 好 終於拿到我的密碼 我們來輸入一下 密碼 Enter OK 它說你有兩個註冊的 看齁 那你要不要他們都全部更新呢 我這邊先按yes 好了 好 那你要一個update interval 這邊是預定是30 那30呢 就是30分鐘 這邊告訴你 你多久要更新你的網址 然後事實上 我相信在家裡 一般你的網址不太會改變啦 所以30分鐘是ok的 那但是如果你要選很 頻繁的更新 那是5 5是5分鐘 這邊有寫5分鐘 所以呢 就是5分鐘更新一次 這樣子 好 好 我要這邊來 就是設定30 10 好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自動更新 好 我們這邊先選 node好了 deforce node 好 那這樣就做完囉 接下來呢我們要去啟動它 好 那我們就來下這個 sudo user local noip2 好 這樣就已經有 成功的執行 的這個 noip2 那這樣它就會自動做更新囉 好 接下來呢 這邊有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確定說 呃 你的伺服器有真的在成功在跑呢 這邊有告訴你 你要怎麼確定呢 你就下這個 sudo noip-s 好 s是大寫s喔 好這邊我告訴你 好我們再回來這邊打 sudo noip2-s hs要空格 dashs 好有沒有 這邊有告訴你 它有去兩個host 這邊更新兩個 好 一個是我剛剛 隨便建的abc這個 好 另外一個是我原來就建你好這個 好 那每30分鐘呢 會更新一次 好 然後是 你是用無線上網的方式來做更新 好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在書面上做好這個自動更新的程式了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用Windows 10呢 要怎麼做安裝呢 你先到這邊來 這邊有個 下載 點一下下載 好 這邊就會請你做一個下載 那我們就按下下載 好這邊有DUC Setup 我們就執行這個程式 然後選 然後選 同意 然後做安裝 好 它就會launch 好 然後這邊有告訴你說 它會 把當作是一個背景的服務來跑 所以我們就兩個都打勾 按Finish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呢 要輸入你的username跟你的password 好 看一下username跟password來輸入一下 好這是我的 username實際上就是我的網址啦 好那密碼就是我之前所有的密碼 按sign in 你看我的clin id是正確的 那我 nohost selected 好那這邊有打個叉呢 我們來edit host看看 好那這邊要你打勾 那我先打勾這個 好了我希望它把我mapping這個 好按save 好那這邊就ok囉 那這樣就表示它是已經有確定成功的 那這程式呢就變成一個service 一直在你的windows 10裡面來執行 只要你路由器的IP被更新 那它就自動會把你做更新喔 好的那這就是windows 10的安裝方式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GDNS成功的示範影片 好呃 經過這個設定呢 現在已經把這一個 recipe pie 呃 能夠由外網進入了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recipe pie 目前是掛在那個jordan1的網路裡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有顯示 喔 保留 dhccp 保留伺服器的地址 好保留在104的位置 好 然後呢 第二個呢 通訊負導向 通訊負導向這裡 這裡呢 我有把1880這個po inbound跟outbound的po 設在也是一樣 設在 192.168.0.104 好 tcppport 打開 那我們來看看呢 剛剛提到的 recipe pie 這是recipe pie 用VNC設備聯繫 可以看到它是連在jordan1 好 那我這一台的Wi-Fi呢 也是在jordan1 好 那我們現在來驗證 這個方法呢 就是由手機 手機呢 是透過了 呃 各位展示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 我上面的符號是4G的連線 並沒有接到 Wi-Fi是關閉的 Wi-Fi的部分是關閉的 並沒有接到那個 jordan1 好 有mobile data這邊 mobile data 來連線 好 那我在網址這邊輸入 我們剛剛已經做了DDNS的設定 所以打入網址 stonez56.ddns.net 毛號1880 這樣就可以連到 我們的NORAD的Server 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這個 它已經連線成功了 這邊還有另外一台 這邊也是另外一台 我們也來試一下 試一下 打入 stonez56.ddns.net 1880 好 搜尋 好了已經成功了 好的那接下來呢 你要做呢 就是加強保護你的樹莓派 或是你的PC 因為 在你打通了這個DDNS之後呢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 進入到你的樹莓派 那你記不記得 你以前在上樹莓派 或是你的 用Terminal進到你的樹莓派上 事實上你可能都沒有打密碼 或是D4密碼是Respberry 那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變更使用者的Pi 的密碼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自己動作做看 你可以打開一個 終端機 直接連線到你的Pi上面去 然後你只要下 sudo 空格 passwd 這樣子呢 就可以 把你書面派的密碼做一個 變更 他會問你原來密碼 然後打入原來密碼 再打入新的密碼 這樣就可以囉 你這邊可以自己動作做做看 好 那如果忘記碼怎麼辦呢 我這邊也提供兩個連結 那你可以按照這上面 試的來把你的密碼 給他找回來 那事實上呢 這個也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因為我自己改了Pi的密碼 我自己也忘記了 一陣子沒有用自己都忘記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注意的是 Noray呢 本身呢 他的主頁 還有Noray本身的那個所謂的 Dashboard 也是一樣 Default都是沒有密碼的喔 好 那你想要動作做看的朋友呢 你可以參考我這一篇 如何加強保護樹莓派的這一個影片 那我等一下會把連結呢 也留在這個影片上 所以你比較方便來觀看 好 如果經過一連串的這個設定之後呢 你很開心 但是呢 你就是連不上到家裡的樹莓派 那這樣子有什麼原因呢 總之呢 帶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你的樹莓派是不是連在路由器上的第二個路由器 也就是說 連到家裡的路由器之後 你又連連接到另外一個無線的一個路由器 這樣子就是通過兩層 那DNS目前是沒有辦法穿透第二層的路由器的 解法呢 就是把你的樹莓派連接到第一個路由器上 那在台灣呢 如果你是用5G或4G的SIM卡 然後來做連線的話呢 那這樣子你也沒有辦法由外面連回家 這是因為呢 在台灣這邊 我們所有的那些電信運營商啊 把一般的4G 5G卡的IP網址都是私有的IP 所以外面是無法直接連上喔 那當然你也可以付很高的支配 比方說一個月可能兩三千塊 那中華電信有提供 那你用4G 5G 可以拿到正式的對外的公用IP 不過這就是 費用蠻高的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檢查看 防火牆是不是有阻擋這個Po 比方你打開的1880 但是你的防火牆呢 1880又是阻擋住了 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去看一下 防火牆是被擋住到你的樹莓派 接下來呢 你的Po有沒有打開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的Po是1880 但是你的指定服務Po 卻沒有去把它打開 那就是在防火牆中要做設定 那甚至說你指定的Po是不是有錯 比方剛1880 你是不是有打成1881呢 這樣可能也會造成問題 好接下來 你可以檢查一下防毒軟體是不是有阻擋 那如果防毒軟體呢 看不出來 你也可以先把防毒軟體先給暫停一下 然後看看是不是能夠通 那如果可以通 表示防毒軟體中要做一些設定 那讓你能夠直接連回家 好接下來就是網路提供服務者 是不是有限制 像我現在用的是那個 金網的 那金網本身就有做一些限制 所以我現在目前是還沒有辦法直接連出去 但是聽說金網有提供那個 免費的IP網址可以對外 那這部分呢我還沒有做申請 申請好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就可能是其他原因啦 是不是你的設定有錯誤啦 那希望以上的這些原因呢 都是能夠解決你連回家到樹莓派 如果你有發現一些不同的解法 也影片底下留言 然後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你有任何問題嗎 那歡迎你在影片底下的做一些留言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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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請訂閱 按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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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可以可有按下訂閱 還有按下訂閱